满身是血瘫倒在地上 香港民政召集人陈子杰遇袭重伤 16日晚间陈子杰要前往民政开会 途中却在旺角遭到至少5名黑衣蒙面男子持铁锤袭击 陈子杰头部重伤,血流满身 警方护报赶到现场叫救护车将陈子杰送一抢揍 还好陈子杰意识清醒 不过这已经是陈子杰二度遇袭 香港民政在今年初积极发起反送中相关活动 更在6月主办百万港人上街抗争反送中 身为民政召集人的陈子杰 8月底就在一家餐厅外 遭两名蒙面男子持棒球棍和长刀袭击 不过当时有朋友保护陈子杰并未受伤 如今陈子杰再度遇袭 民政成员出面谴责暴力 刺激他,令到他流血 凶徒用刀指吓其他人 是不让其他人救他 我们民政强烈谴责凶徒的行为 亦都要求警方尽快去拘捕这些凶徒 在民政召集人送院上救车的时候 他跟我说的一句话是 五大诉求缺一不可 坚持五大诉求缺一不可 这个就是我们的决心 不要想着用任何方法 可以阻碍到我们香港人继续上街 继续争取我们的自由民主和人权 陈子杰在17日凌晨传出口讯 表示自己已经缝好针 处理好伤口 之后会继续坚持五大诉求的目标 他感谢警方在案发后迅速到场 但也希望警方能找出真凶 最后他指出 大家不要记恨于同受压逼的人 问题永远在于制度和政权 17日上午 中国民运人士王丹和众多人士联署发出声明 内文指出 对陈子杰这样的和平示威者进行暴力袭击 毫无疑问是典型的侵犯人权 意图制造恐惧的国家暴力行为 声明直指政府 直说我们有理由怀疑 这是北京政府和港府指使的行为 五大诉求 无论几何据 我们都会将这个五大诉求 劫持告对 香港情势紧张 这起暴力袭击警告一位浓后 香港警方将安排军装远警保护陈子杰 因为类似事件恐怕还不会停歇 谢谢大家